你好,我是犀牛。 今天我来给你介绍关于Central公寓的一些酷炫设计。 以前我给你介绍过Central的开发商,Central的位置,Central的楼高,Central的选材,户型,价格,付款方式等等,这些很基本的知识。 今天我来给你介绍一些Central一些外在的,特别酷炫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功能。 Central把自己定位为未来生活的中心,因为它本身的位置就是在很多科技公司的围报之中, 比如说Facebook、PayPal、LinkedIn、Google、Microsoft、WeWork、IBM、Ebay、AOL、Oracle、Amazon、Apple等等。 这些公司呢,大部分都在它的步行范围之内。 稍微远一些的呢,坐车也很容易到。 Central给自己设计了加强的这种WiFi的覆盖。 也就是说在Central的每一个地方,包括大厅、会议室、这种娱乐室, 还有以前很难有信号的停车场、电梯等等。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在Central公寓之内, 你就可以拿到很快的免费的WiFi。 现在这种共享的办公空间越来越多, 在家办公的人也越来越多。 Central设计了这种给在家工作人的会议室。 这样如果是有一些工作, 你需要跟你的公司或者说你的Team Member合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大家叫到这里, 然后大家一起来开会, 就不需要去外面租这种共享办公的空间了。 说到这个会议室,还给大家再提一下。 会议室这个玻璃是经过特别设计的, 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谁也不希望大家在外面看到你。 有了这个功能就特别好, 你不想让大家看见的时候, 按一个按钮, 整个玻璃就变得不透明了。 就是左上侧那样的, 谁也看不进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 Central给自己设计了这种手机的门卡, 我们以前都有这种丢门卡或者丢钥匙这种经历, 现在有了这种手机门卡呢, 就不用带太多东西了, 一个手机就解决问题。 Central所有的车位都是这种充电的车位, 我们知道现在充电车越来越多, 那不是每个车位都能充电的, 你如果买了一个新的车是个充电, 那你用不了你现代的车位, 你就得去换车位, 就非常的麻烦。 而你在Central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换了车之后直接就能充电。 Central还设计了这种生鲜的冷柜, 因为作为现代人, 尤其是年轻人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做饭, 那我们就可以在网上来订餐, 或者是订一些可以马上做的一些生鲜。 但是像这种东西, 我们送到公司不合适, 放到前台呢很容易, 然后就不新鲜了。 现在有了这种生鲜冷柜, 你在网上订了货之后, 送到前台, 前台直接帮你放到这个冰箱里面, 就是等你回来, 你就直接可以吃, 或者简单的热一热, 或者自己简单的一做, 就非常的方便。 森丑给那种爱享受的人考虑的蛮多的, 它设计了一个户外的泳池, 这个泳池不是很大, 但是呢, 细细水稍微在夏天稍微有两下, 还是可以的。 然后它给这个泳池专门配了一个大屏幕, 它可以大家一边吸水的时候, 一边看影片, 或者是看球赛。 介绍完外面, 咱们来介绍屋里面, 森丑的每一个房间, 都配了这个智能温度控制系统, 这样你不在家的时候, 你可以把温度调得更加环保一些, 然后在你快回来的时候呢, 在夏天可以把温度降低, 在冬天呢, 可以把温度升高, 这样的话又省电又环保。 而这套系统呢, 在屋里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玩法, 你可以跟它做生意的沟通, 就是像那种骨客印象什么的, 然后你跟它说话, 它就能帮你来调节了, 蛮有意思的, 如果你买了这个Central, 我建议你没事, 就多跟它玩一玩。 另外,Central呢, 每一个单位还都设计了户外的加热阳台, 因为多伦多还是属于满北的地方, 然后在秋天呢, 可能会稍微有些凉, 而在秋天呢, 我们夏天还特别的长, 在外面看个, 看落日啊, 看城市的景观都非常的漂亮, 那这时候, 这个加热的阳台, 就是一个特别贴心的一个设计, 我们可以在外面开一会儿暖气, 然后在外面看风景啊, 或者说, 你如果在家里举办party, 跟朋友一起在外面坐着, 聊聊天, 那是非常的舒服。 好, 这次关于这个Central的库选功能的介绍, 就在这儿, 如果你喜欢呢, 给我点赞, 给我转发,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继续给大家制作更多有意思的视频。 的关系, 我们下期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订阅我的频道,